提到湖北,你会想到什么?是叱咤风云五百年的楚国,还是水系丰富富甲义方的荆州? 无论是楚国还是荆州,都书写了湖北悠久的历史底蕴 湖北自然而然也被称为荆楚大帝 可是明明有荆,有楚,如此厚重的历史底蕴 湖北为什么如今却简称了鄂呢? 首先,我们就要从楚国说起了 要了解楚国,就要先搞清楚颖都 由于历史的发展,楚国的都义曾几次迁徙 其所迁的都义之多,迁都之频繁,是其他周出诸侯所难以比拟的 所以颖都并不是固定的一个地方,而是包括了湖北省的好几个地区 甚至我们可以理解为,颖都并不是指的一个地方,而是楚国的国都 早在周成王时期,楚人雄义建立楚国 都城在丹阳,也就是丹江的下游 如今的河南西川境内,现在的丹江口水库 但这种说法并不被所有人认同 有些学者觉得最早的颖都应该是在如今紫瑰县的附近 后来为了争夺更广大的生存空间,迁都荆州 到了楚文王时期,在现在荆州北面,离城八公里的济南城建立国都 这也是最没有争议的颖都位置 曾经有二十个王以此作为都城,历时四百多年 又因为吴子虚伐楚,原来的颖都被毁于一旦 楚昭王从颖都迁到弱都,弱都是在如今湖北省的宜城东南 到了后来,白起伐楚,楚国的国都又换到了燕 也就是如今湖北省的宜城,楚贵王就曾经住在这里 如今的宜城西边,还有白起修筑的水渠 白起用水毁掉了楚国的燕城,没办法,又得搬 这一次一定要尽可能地远离秦国 楚请湘王二十年,自燕迁到成都 成都是在如今河南的淮阳 一直到秦统一天下之前,楚国又先后搬了两次 楚考列王十年,迁到巨阳 也就是如今安徽省复阳市北 楚考列王二十二年,迁都到寿春 也就是如今安徽省的寿县 前后七八个国都,无疑让整个湖北都充满了楚国的文化 说完楚国,再说荆州 古九州之一,几千年的历史 让荆州拥有了非常灿烂的文化 曾经的荆州也不仅仅是如今荆州市这么大的范围 而是包括了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等广大区域 就是说三国时期,一提到荆州,就是荆州九郡 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江陵郡,武陵郡,长沙郡,南郡,襄阳郡等等 而荆州的郡治呢,也是几经变迁 但无论如何,荆州可以说是湖北的一张名片 也是湖北历史底蕴的见证 最后我们再来说药 药这个名字最早能追溯到夏商时期 在山西形成了一个小国家 后来他们从山西到了河南,又南下到湖北 他们以鳄鱼为图腾,到了周代形成了鳄国 就在湖北武汉一带 随着历史的发展 武汉这一带由于便利的水路交通优势 地位越来越高 逐渐取代了荆州在湖北的地位 时至今日,武汉也成了湖北最发达的地区 总结来说 之所以用鄂的简称 第一是因为鄂出现得更早 第二就是因为武汉的地位 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地抬升 才有了成为简称被选的机会 第三就是因为京和楚涉及的区域更广阔 难免会引起误会 作为简称就不太合适了 只有鄂,无论从哪方面来看 都是最合适的 所以选鄂也就无可厚非了